現在呢 大家都有影片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這裡囉 你看進來 好 影片 如果你要去如純金的話 我們來看看 你在時間軸上稍微點一下 有沒有發現有一根那個時間軸跑出來 對不對 時間軸跑出來的 你可以先看一下 假設說 如果我是 這裡有一段 我已經看完了 我確定 從這裡到這裡 我是不要的 對不對 有時候可能中間我一段不要嘛 那怎麼辦呢 請你 抓 這個 後面有個紅色跟綠色對不對 就是在定的影片的範圍 好 那因為我現在在 後面 所以我就從這邊往後拉 有沒有 我拉這個 往後拉 有沒有看到一個範圍跑出來 好 如果確定這個我不要了 注意看一下這裡 有沒有一個刪除範圍 因為那種中文滑過去 他就會告訴你 這樣就清掉了 簡單吧 所以你要做剪接其實還蠻容易的 好 那麼 剪完了 你如果說有時候 你要加入第二段 第三段 也可以 或者說 可能中間老師這邊 你發現 其實這裡我想要再做一些講解 老師內容要講解一下 我剛剛把它刪掉 可是它是會往前擠的 對不對 那這樣你不好調整嘛 所以我可以把這一段影片把它切成兩段 變成兩段影片就對了 所以 我如果時間走在這邊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切歌的 撤燈 是不是變兩段 如果你中間要補充內容 叫它 你晚一點再出來 中間這一段就是什麼 其實就給你空白的 你可以自己再來做針檢 好 自己再來做針檢 好 這是第一個 就是我針對某一段影片 如果你要指定範圍不要的 你就是用這樣拖曳 選好一個範圍之後 這裡就有一個叉叉 好 第二個就是把一段影片把它怎麼樣 直接把它切斷 就從這裡 好 那我們黃色小鴨 這時候可以拍上面唱 因為 一段影片 直接開頭就播是一種方法 但是就像我們簡報一樣 前面通常都會有一個什麼 簡介封面對不對 所以 您如果要 影片 不要馬上就播 一樣 叫它往後推一點 有沒有 叫它往後推一點 前面我們就可以留 我們要的東西 那除了插入影片 還可以插入什麼 有沒有看到有插入文字 不過 你按了插入文字之後 你可能一開始看不到它 為什麼 因為文字預設是黑色的 所以你看不到 來 我們點兩下 點兩下就可以進來了 我把這個文字的顏色 設成白色 其實因為平常到部分都是 白色背景 所以這樣之後呢 你就可以看到 有沒有看到文字了 好 你可以加進來 那這個時候 黃色小鴨 是不是屬於圖片 它不是照片 它不是影片 要插入圖像 好 就從這裡進來 黃色小鴨 請你不要選這一張 JPG喔 JPG是沒有去背的 下面這個才是有去背 PMG還記得 PMG 這個格式 按一下 你看有去背就是有去背 所以 如果 你黃色小鴨 想要跟我們的影片 做結合的話 我點這裡 有沒有在這裡 對 那 它本身就有塗層的概念 所以它可以像我們一般影像 你這樣跌來跌去的 就看 看你要怎麼做 那 這邊 假設都 處理好了 我們最後 就可以做輸出 但是我想 等一下再講 先讓大家稍微練習一下 我剛做了幾個動作 第一個 這是先選一個範圍 你優標先在齒規上面 先點一下 你會發現它多出 左右這兩個 有沒有 左右這兩個 那你就可以去拉 拖曳一下 它的範圍 去決定說 你要哪個範圍要去掉 第二個就是說 萬一這個影片 很長 我想要在中間 插入一段 那麼你只要 優標確定好 按這個 它就一分為二 第三個 插入文字 還有什麼 音效 好 那我就把他們還給你 時間軸上就是決定 你的物件 包括了文字也好 圖片也好 影片 它出現的時間點 你就用拖曳的就可以了